肉馅放入碗中 加入葱末 打入一个鸡蛋 先加适量麻油 拌一下锁住水分 再加适量盐 五香粉和生抽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馅料就调好了 面粉放入碗中 加适量水用筷子搅拌成絮状 合成偏硬的面团 分成小剂子 取一个小剂子 擀成中间稍后四周薄的圆面片 一个饺子皮擀好了 擀好全部饺子皮 取一个饺子皮 放上饺子线 对着捏紧 把两个角别在一起捏紧 一个圆宝饺子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 平底锅倒油 摆上饺子 开火煎一分钟定型 加煤住一半饺子的清水 盖上锅盖 中小火煎至 两个鸡蛋加一点盐打成蛋液 锅里水收干后 倒入蛋液 小火煎至蛋液完全凝固 撒上葱花和熟芝麻即可食用 幸好 感谢观看